大家好, 今天有Andy, 和大家看看下午開始的市況 Andy, 你好 我補回紫鮮, 做了25,322點, 跌了329點, 剩下651億 今天就跌了兩天前的升幅, 現在回到25,300點 短期是否看淡一點, 因為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充氣一下 我自己就覺得應該再夾上去, 我就未看得那麼淡 始終我的看法, 和之前說, 我覺得今轉, 即是, 未來11月中 距離快要放假, 應該都在12月中, 開始放假, 即是一個月左右 其實大家應該都開始部署下一年, 我覺得 所以今年, 我覺得跌幅應該很難去得回, 再低過兩萬三千多 所以我覺得現在開始做淡, 就不太好 現在很多人喜歡看, 用頭肩底的方法去看 你現在看到, 左邊有兩個肩, 接著有兩萬三千多個頭 然後現在又整個右肩 正常, 我覺得應該要騙一騙大家, 應該都要上一上兩萬六 然後再跌下來, 我才覺得合理一點 如果不是那些位置, 去到那裏, 全世界都會覺得, 哇, 升市來了 然後全世界都會在那裏買, 才會是跌幅比較厲害 我覺得,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覺得, 應該這一轉 的確是, 升了不少, 在兩萬四千多的位置 即是連續幾天, 夾上去之後 然後今日就跌了一點 但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十月頭的時候 其實都是出現類似的情況 即是在十月七號, 或者那些位置 十月七號那些位置 你見到, 升了幾天之後 突然有一天, 都是有些陰燭出現 然後之後可以再夾過 所以我覺得, 後一點點 這裏開始升, 因為十月七號開始升 你見到, 那個位置 中途一定會有少少磨一下磨一下 然後再上 我自己的看法就覺得, 應該是類似走這裏的一段 今次我看, 都會覺得是 有機會是會這樣上去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像現在這樣 下午一開始回來了 其實今天早上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25200至25200多 這位是低位 現在暫時見到, 一開始回來 就已經夾上去100 夾上去幾十點了 現在一開始已經是25300多 所以我覺得, 市場未必去到太差 所以大家又不要太擔心 雖然今天, 應該是沒有什麼要炒的 今天我覺得是, 昨天就很開心 看到大家在AppTV群眾裏面 嘩, 幾歡樂 是 一人整個不檢查 幾百個訊息 是 今天就沒有了 今天就不見了 今天就不見了 一跌市就沒有了 是 一升市, 每個人都衝出來 說嗨, 然後很嗨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今天也是一個機會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把握一下 其實, 很多不同的小股票也好 我見到最近, 這些小股票都開始是 氣氛是好 所以我就偏向覺得, 接下來的後市不會太差 如果真的再夾一些指數上去的話 其實大家應該會多一些錢 多一些錢 那些人可能會轉去炒不同的板塊 或者甚至乎炒一些小股 所以我就覺得, 不會是很差 所以, 反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金轉的跌幅 可能就有少少機會給大家去做 長遠, 我就不說太多 短線, 我就覺得今天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剛才說的二萬五千二這個位 有沒有守得住 如果守住的話 我會再向上 就是看回四百五十點 二萬五千六百五十 就是看回昨天的位 然後, 希望再高一點 如果真的要做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 投肩騙騙大家的 就是投票牌 那你就應該要上回二萬六千 二萬六至二萬一 二萬六千一這些位 我看看會不會可以 下個禮拜回來 會見得到這些位 然後大家再看看那些位 會不會再做過沽 就會這樣想法 是, 大家看看 另外, 始終都要看看 對啦, 剛才說的 如果市場上回到 你不能不看完 就是九九八八了 今天就 上街了 好實說 昨天大大聲說 會想牽涉一下 半導體業務 那拯救一下 這個紫綱集團 當然 就是考慮緊 即是未落實的 但是今天消息出了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唯一的消息 它又跌了五個百分之下 現在完全是領跌 是的 那要夾指數上去 九九八八 它都要好一點 都要好一點 怎麼看呢 因為今天看 其實在說700 390 都有兩點幾個百分之下跌幅 九九八八 這五個百分之下 ADMX4全死了 死了 死了 跌完之後 這隻九九八八 可不可以走上去 如果好像我這樣說 其實它是真的要走上去 當然 你說它現在未出業績 我未看到 但是大家可能 應該先解決 覺得它差 所以可能 現在這個情況 就馬上沽了 但是沒有必然性 我覺得 你說要看的話 我覺得都要看 真的出業績 到時大家再怎樣揣測 但是你說 之前我也提過 我覺得 是不貴的 其實簡單 我覺得它不算貴 在這個估值上 是不貴的 但是當然 大家都會看 很多不同因素 可能真的 看看阿爺 會不會再有監管 或者他的對手 做成怎樣 我自己看 就覺得 它暫時 都不會太差 所以我看到 那些錢 都仍有買入 所以 錢一段 一百三十多元 升上來那段 我就看 那段 那些人的錢 是有沒有流走 暫時 我都見 未必是有的 所以我的看法 就是 不穿百五元 其實現在都不是很多 156 不穿百五元 我覺得暫時還是看好 是 大家 看住一位 當然要提起汽車板塊 那 一二一一 彈回少少 有兩個% 左右勝負 還有三百零四 有四 175 那 回了2.4% 二十六個一毫半 二三三三 就做了三十四個七毫半 那 剩下一個% 一七七二 都 有一個%左右勝負 電子車板塊 但是這陣子好像都 沒有什麼太大的方向 都在浮浮沉沉 這個位置 接下來 會不會看好一點 電子車板塊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因為基本上 Tesla那邊都 升完又跌 升完又大跌 沽完 沽貨 沽完之後 在一千元的位置都守住了 Tesla 昨天曾經上過千日 其實基本上 它都是跌了下來 然後再橫行磨 所以我在想 這陣子 未出到方向 反而我還是覺得 Tesla會跌 Tesla會跌 會有回調 不是說大跌 會有回調 所以 變相 我會覺得這一段 比亞迪 或者 金鋒利業 都未必是 很好的 會跟隨升幅 即是會有升幅 因為如果Tesla不好 它就未必會好 反而 就是之前 提到一些 小型的股票 即是 就是幫這些電動車 我經常都說 幫這些電動車 電動車是一個成品 但是你幫這些電動車 做一些 PASS的東西 那些股票 可能會不錯 反而 我們會看回那些 上游的板塊 大家 之前 經常提到500 但現在 會提到500 你知 升得很厲害 之後 現在又出現一段磨 但是 現在很多人說 會變成八三八 和八二二 我們早 兩個禮拜前 兩三個禮拜前 我們都在說 我們在節目上 那 你見到今天 仍然是不錯 反而 我覺得這些 仍然是有錢 去追進去 所以 變成 如果炒一些大隻 最近 可能會炒一些小隻 仍然會好 八二二 再夾上來 今天見到一元 的話 我之前都說 我喜歡八二二 比八三八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八二二 會好些 但八二二 比較細小 而且 幫小鵬做事 不是幫Tesla 八三八 就是幫Tesla 我自己個人看 我就看八二二 多些 在不同的角度 在財技的角度上去看 或者 在貨光的角度上去看 基本面 我覺得兩隻 都沒有特別 是厲害的 大家都不要 做什麼事 不要 短炒一些 就不好 而且你看到波幅很重 但就不要想著 它好像五五八 這樣 可以幾元 然後 二十幾元 我就覺得 應該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 現在 他們都叫做 例如八三八 由七毫子上來 到兩個多 都幾倍 你說 升到可能 三元四元 我覺得合理 但你說 十幾元 我就覺得不合理 八二二的話 我就會覺得 一元 可能 之前五毫子升上來 現在都升了一倍 其實它是慢些 所以 我覺得它都有機會 可能進入投資 我個人看 就覺得 八二二會好些 是 都會加小 二百好上去 可以看看 另外 就有人問一隻 二一九七 三月數生物 都在低位的時候 大家入票 說了很久 對 說了很久 騎了上來 去到這些位 怎麼看 招股價多少 十三個比 做 就是 招股價 還有十幾個巴仙 那就應該 暫時 我覺得暫時 都是一半 13至36 因為如果它招股價 招股價 13至38 如果它是 上 即前日見到 針 就不太好 我覺得 還有這隻 始終盤比較疏 你看到 排盤都 十分疏 所以我覺得 要小心一點 反而 如果它再去到 九元的水平 我覺得 是抵薄的 但是 這一隻 坦白說 我也沒有怎麼看過 它的業務 做的事情 所以 我就沒有怎麼評論 它 但是 最近 我覺得 B仔是上來的 是 還有 B仔 約名 第一顆約名 九十幾元 已經到 底 下不到 心目中 很想看到 八十幾元的位置 是不到 你看到 連續升幾天 扯了上去 但是 帶領著 整個 生物科技的板塊 都 向上走 接下來 也有很多 生物科技的股 會上去 所以 如果三月草 是否很好的公司 我暫時看不到 但是 如果 有其他 比較靚仔 或者 有些 B仔股出現 其實有機會 會令到 註碼 分到其他公司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 是一般 因為 十二月中 聽說 聽聞 有些 很棒的 會上去 就是在這個 B仔股 那些 我反而 可能 再注視一下 其他的 新股 未必會 想這些 所以 大家自己 看著 看食飯 短炒的話 是 另外 問責265 怎麼看 今天 創新高 後 做了一個 零二 跌 三個 10%左右 我昨天 就 負貨了 取消費 今天 再偶一偶高 其實 都在齊 不過 沒有 我們 低位入 的 那麼 去到這些 你見到 其實都 三千萬 的 又不是多 會不會這樣 都兩成多 都升了 是啊 是啊 有人 一直追 如果你追 沒有 我覺得 還有機會 不過也是 要看著 賣賣盤去做 那我 take profit 總有原因 如果不是 為何要take profit 去到這位 自己留意一下 昨天已經離身了 昨天已經 大家看看 然後就問一七二六 今天 最低是 六毫九 沒事 然後上來 OK 這些最後沒事 很厲害 對 踩上去 最主要都是 公司發了20%新股出來 四毫子隔 集了六千多萬 但是一隻殼 剛剛賣回來 是啊 大家想想 有沒有關聯性 是啊 是啊 有的話 你 雖然廢話 但是再說一次 是 價錢越低買 當然越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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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廢話 但是真的是 重生 因為這隻 我們吹了很久 四毫子已經說 嗯 嗯 是啊 有買的話 恭喜你 如果大家要研究這件事 就要回到四月的時候 如果回到四月的時候 你可以研究究究竟 做這個geo收購 然後到現在 出一個配股 這些東西 大家自己去聯想一下 他們的關聯性 是怎樣的 你就應該會想到 他往後應該怎樣走 對著我 我就自己個人覺得 如果 如果 收購了這件東西回來 然後又做配股 配完股之後 其實都實質 應該想拿些錢來做事 或者是 有些項目 那 是不是應該要 往後對好些呢 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 這些東西應該是 值得繼續研究 這一隻 我這樣看 值得繼續研究 是的 還有 現在Seekers只有九十六間 好齊 好齊 買了 好齊 所以大家 可以研究多些 我覺得這隻 可以研究多些 剛才那隻就研究少些 是的 這隻是 OK的 自己做決定 因為都說了很多次 另外 有人問一隻 一百一五 金貓 銀貓 銀貓 我看到這隻很齊貨 正在升 15% 還有一個二號 九 最近 其實見到 那隻銀貓 保持住 那 怎樣看 這隻 金貓銀貓 我就沒有怎樣 特別去看 但是 最近 那一陣子 你會記得到 它是屬於比較細型 但是又是 就是 金銀貓 概念 你會記得到 它 每一次都是 一個比較大的波幅 是的 但是它 就不是很跟那個 不是很真真實實的 跟那個金價 我覺得 所以你說這一輪 其實 反而如果說金銀貓 我就要說金價 金價 其實這陣子 是因為說 美國的通脹 大家都終於看到 所以覺得通脹有問題 所以 大家都會覺得 那個市 是要 即是金市 或者是金價 其實你見到 是升了不少 就是由這個 十月份 1700多的時候 現在是升上去 昨天都還升上去 1860多 是 即是升了100元 多些的金 其實你見到 除了這些小小隻之外 你見到 譬如 如果你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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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金 1818 你都見到 其實搶得很厲害 是 這樣 所以 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覺得 其實如果要看的話 整個金的版塊 你見到 今天升的6.幾% 很多 還有 你見到 五元都上去七個幾 是 它暫時 就是金價 它 算是港股上 跟得比較貼 一些 反而1787 都弱 1787 你看到圖 雖然有反彈 但是 就弱一些 反而 這段 是升上去1818 是的 所以 我覺得 如果你看炒金的話 可以留意 但是 剛才說 1815 這個金銀的話 我就覺得 它是 屬於非常短炒的一種 是的 所以 你就小心點 好像出現五月六月的情況 是的 即是五月六月就是 沒錯 就是這些 這樣浸 之後就對下來 那 我就不覺得 它是特別乾身的 是的 但是 這個東西 是很短炒的 是的 就是 心跳 但是心跳很難維持 是的 所以 如果你說 今天你炒的 你短炒可以 但是 長渣 我就覺得 真是 真是 三思 真是三思 真是三思 長渣就是三思 我上次都 有個習慣 有些寶 去抹下一些股票 即是 幾樣東西 有些季節性股票 有些是 專借提發揮炒的股票 是的 這1815 就是借提發揮炒的股票 不是代表你沒有機會賺 但是 當你一發現 它升了一倍的時候 你再買 是的 通常你就慘了 那為什麼你不吃那一倍呢 所以 維持 金價一動 一有二動 閉上眼 因為老闆一定有機會炒這些東西 是的 後來慘的是你 如果高追的話 小心一點 所以這就比較難 有時候看股票 看回它之前是怎樣走的 你猜到大概 它這次都是上股票 手法是怎樣 是的 手法發達 永遠都是用同樣的方法 但永遠都會有效的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會有效的 因為它是 這個玩法就是 時間 對時間 有幾樣東西 有兩樣東西是中的 就中的 就扯高你就 就會落搭 另外 五九二 今天才有人問 怎樣 怎樣看 升到什麼位 我都說這隻不用 其實我們說了很久 是的 說了很久 一直做 這隻東西 還記得兩個星期前 有人問的時候 都說去到一元 等它回一回 我又說 好像 跟之前那個波幅一樣 在九月那段 九月那段 又是放了兩棍上來 然後就回一段時間 你看到一模一樣的 跟這次是 你看到回到 上次就是 放了一元 就是九毫幾一元 你說九毫半 然後放了七毫幾支 這次又是放了 上去過三 然後又放了一元 這次你說上多少 自己計算一下數 拉回比例 自己都會計算 我想這些 這麼容易觸 這些東西 好像這麼容易觸 因為它大把錢給你 老實說 大把錢 你不就照抄 真的照抄 覺得總有傻子會沽 下下來一定會收到貨 那就走樓梯上去 這種低人玩法 就是第一 去大把錢 它是兩針 兩針上天台 然後兩下上天台 搭直升機上天台 然後就慢慢走樓梯 下來 放在那裡 你沽就沽 不托 然後又上天台 所以其實 很多位置買這些 之前有人說 喂 上次的三毫半 其實沽下來的時候 很多人問候我 又說這隻東西很厲害 那 好 我四毫子 你買 四毫子不買 四毫子買的話 你現在都三倍了 喂 說的是薄仙妮 大哥 聽到名字都不想買 都按一下你買 哈哈 這些股票是這樣玩的 就是 你沒辦法的 真的是這樣 避不了 是呀 之前都已經說過那些 和阿里玲的東西 是啊 那些都不再看 是呀 這隻東西搞到 我們還要找娜姐拍片出來介紹 是嗎 是啊 我還沒看 娜姐拍片是說什麼的 有幾條片 你想看哪條片 他有哪些片 正的 是嗎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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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有沒有一些沒有公開的 share 找一下 找一下 那大家留意一下 592是大致想看法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1523 那出了公告 都是說他的業務 賺錢是賺多了 那他是做些什麼 都是做些 圈圈 圈圈 賣圈圈 是啊 可能他又想用元宇宙概念 看這些東西 是嗎 很久之前 包銷我做 是嗎 很久之前 我現在還要出盈利預警 不是盈利警局 不是盈利警局 是盈利預警 有幾十個百分比 總之又升 嗯 持續賣上去 就是 緝綱 你根性的 這些 就是你少煮根的 這些 那 有一些 不是太使用老的股票 這些我覺得有點像 1263 是 是 有些像1263 這些行法 或者剛剛 我們看的那些 之前 早幾天說的 是 1639 是 是 今天都好像回了少少 是 都回了些 不過 我們前日出文的時候 我前日出文 那時候說的時候 就過半左右 現在都 昨天都升得發發的 所以昨天 剛好 就分享到給 這個UPTV的觀眾 就是 群友 他們馬上就開心死了 現在都 不是差很遠 距離有加 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一樣的 因為現在這些股票 其實它 不久 其實它做的事情 又不是非常特別 我覺得 他們做的 叫FPC 是 FPC是什麼 就是 就是 那些 比較遠一點的 可以給你 電腦 就是要插很多線 是 有些一塊 你看到一塊 軟身的 然後就可能幫你 插著 Hard Disk 拿著 主板 它就是做這一類的 但是很多時候 現在就是 原宇就需要 很多概念 這樣 除了這個內容之外 內容就是 那些 就是騰訊 或者是其他公司 就是 做開平台 對 設計一些 但是硬件上面 就有些什麼配套 其實就是這些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以前的科技股 其實就拿了 原宇就這個概念 之後 然後就可以 再來 就出來 因為 原宇就分析 其實需要很多東西 配套 其實什麼都要 其實什麼都要 其實我看完之後 基本上全部都是 是 對 還要看一些分析報告 那些人開始說完 然後才發覺 哇 其實你下面寫的品牌 又是那些品牌 又是那些品牌 其實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是改了名字 然後大家一齊 又來過 所以我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 這些東西都是吃勢的 吃勢去行的 剛才那隻 剛才說了幾隻 1563 1523 1523 剛才你那隻 1523 人家問那隻 是嗎 然後 我不知道 這隻也有機會 可能有出一些 原宇就概念 只是猜 只是猜 所以我覺得 它的勢又像 剛才說的1263 柏林 甚至乎 剛才寫了 這隻 1639 安哲利 其實玩法 也可能有點像 我想說 三隻股票 我覺得三隻 都是屬於比較乾爭的股票 亦都是 可能藉著 這個勢去夾 所以 它們的市值 都不是高的 全部都 最高應該是柏林 我猜 最高應該是柏林 所以 大家去看看 就是這些比較小的公司的板塊 是怎樣走 我自己偏向 就覺得 暫時 都還是這個小 就是原宇就概念 這個小 應該都不會是 剛剛推出了 一兩個月 你不會突然間 就完了 是的 分分鐘這個小 就會延續到 夏年 就是年頭一路去炒 所以我覺得 正常你炒一個板塊 不會是這麼短時間 所以大家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都未夾完 這些東西 全部都未夾完 我覺得 全部應該都還是有個 上網空間 在上面 當然 低位 又是那句 低位 你高位買 又幫你不到 是啊 我只能夠說 我寫文那隻 都是過半 現在都是過六 多些 你自己想 自己想 7-5-1 今天回到5% 連歐三棍下來 現在還有5.7% 怎麼看這隻創圍呢 其實過去四五天都有資金主動流出 這些位置的直播率 看回高位 大不大呢 其實去到這位 如果之前有買的都要 吃了就算了 因為都有一個很大的勝負 其實我覺得 之前買的 現在可能有些人已經吃了 嗯 因為你三個多的位置 即我們看那些三個多 你三個多的時候 有些人已經去到六個多 正常也有些人會吃股 有一天就升了 突然間 早四天 就升了20% 我相信那一天 就應該之後 那天或者之後 那天應該有不少人吃了糊 我覺得 現在連續跌 見到三連陰 我覺得三連陰 應該是開始有少少直播的 這些位置是可以 想一想 但如果這些位置 都還要下穿的話 那下穿到什麼位置呢 下穿到你 如果真的見到5元以下 那我就覺得是問題了 如果連續幾天都狂跌 然後跌到5元以下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會出現 大家都會覺得 是不是有些東西錯了呢 但的確我想再重新一次 這隻股票 它光復的行業是很好的 當然大家都會繼續看 但它現在只是佔整間公司 不夠一成的生意 是用光復的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它接下來光復的業績是怎樣 我自己個人偏向 就是覺得它不會這麼快炒完的 但是這個業績的增長性是非常高 它應該會保持著 但當然它升得過急 就應該是要回躺一下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反而覺得 如果去到5元的水位 或者我才會再去看 如果你說之前有買的那些 但你說這位是否直播 這位你連跌幾天的話 其實都算是直播的 但就屬於是短炒 但如果你想中長線去考慮的話 可能真的要再跌多些 你才會覺得開心 看看你是哪一派 所以如果你是純粹短炒派 就剛才我說的 這些位可能跌三天 你看看它會不會 已經可以有反彈 但如果你是中線一點 那你就要再等一下 其實就未必是一個超級美的位 所以我覺得 明白 那3300 總結局現在正在2.12元 近來都在這個位置左右 沒有什麼上落 去到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值不值播呢 有沒有機會在這個位置進去的話 看看高一點 3300 真的不知道它會不會中得炒 因為這些已經炒完了 我看感覺上去 是啊 其實整堆玻璃股都 要不就不解鑽了 868那些 是啊 這些我覺得浮化玻璃 當然 你也看一隻868 就 你看到還是在低位 那我想你要先看一隻868 有沒有可以上去 然後再想一隻3300 是 或者看一些內房股 有沒有可以上去再看 就是 沒有辦法的 就是太多壞消息 綁住 你是老闆 現在都不炒住了 不如去一下旅行 這些就難搞些了 盡可能就 看看其他 都不是那個 那個timing 103 妖股 他就說0.01就有貨 今天升了8%上來 還有0.013 在這些位置 有沒有機會低過0.01 我 我不認識過這隻 我也不認識 什麼 低過0.01 是 機會一定有的 不會 是嗎 不會 他可以公 他可以合金 合完再低 在他未合之前 是不會低過0.01 是 是 對 在他未合之前 是不會低過0.01 所以 一合就再跌 所以 這些 我都不知怎樣想 真的 你想 沒有啊 你有的話 恭喜你 是 是 我真的不認識 沒有啊 真的不認識 那 他不合的話 就 不會低過 放心 最多 你 想不到 看看 是否有人問 1548 1548 是 是 是 我覺得挺漂亮的 其實 升了好幾天 升了八天 慢慢吐上來 是 怎麼看這隻 我自己個人覺得 金絲瑞是有些 追得過 是 不過我會喜歡 他在美國那隻 Legend 多些 他是傳奇生物 是 那隻 我就覺得 那隻會直撥一點 反而這隻 就 就是 繼續跟著 國際炒 我覺得 所以 如果 你有得想 未股的 就想 那隻Legend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考慮 1548 好 那自己看看 750 怎麼看 那 水法 兩個 零二 做 兜底 7% 上來 差一條 五十天線 未穿 那 這隻 看起來 應該可以 穿得過 看六次 看看 先 抹底 750 哇 立刻抹功課 大家看著 就是這樣 直播是 直播是 幫忙做功課 拿來 是呀 否則 做那麼多直播 八十幾個百分 直播真是耽誤了我們炒股 耽誤了你的時間 耽誤了你的時間 是呀 我覺得 SIGAS 他都算 不差 不算不差 OK的 有分了給幾間 有分了給國元 還有 有一間 分了給華盛和國元 嗯 是的 可能有些動作 是的 可能有些動作 是的 不知道 不知 不過 絕對值得研究 沒有什麼 就是這些 跟盤走 是的 絕對值得研究 我覺得 但是 我本身不懂 是 看看 盤 看看 我覺得 OK的 基本不差 是啊 好 下一隻 1070 今天都跌3% 其實走勢同隻 751類似的 都是三棍下來的 高位 去到4.33 這些位 會不會都是跟著751類似的 還是另外一個個案 我覺得 他的 勢 其實他應該都 他應該都做些 分佈式光復 但我見到他沒有什麼人說過 還有 他都自己說自己有 遠宇宙概念 供貨給其他品牌 聽一下 但是 我自己覺得 他那個 細 真的沒有 751那麼漂亮 所以 他其實 還未升 所以 他拉回少少圖 向 這個 左邊 你會發覺 其實他在底部 一直在 在三個多 去到四個半 這些位 我覺得 他未去到 他如果 有一個 처리 避免 在四個七 而她未到達到 我覺得 也是 一半半 大家 喜歡的話 也可以少住 但是 不知道他不可以 像 751那樣 我想 有一天 突然爆聲得很厲害 可能十幾二十個 分割 我覺得 他應該要來 但是 但現在暫時未看到它是真的來,要先等下 或者你可能自己落下些部分,去試一下它 1.108,14.88有貨 落陽玻璃,升了14%左右 基本上,今天HIGH HIGH,15元都會回一回 那隻落陽玻璃怎樣看? 這隻是厲害的,不過我錯過了 我覺得可以學習一下 因為它的圖這麼漂亮,是值得留意的 但我沒有太大學習,所以不敢說太多 好,那自己看看 市益都很小,30億左右 如果真的夾的話,繼續夾 如果有貨的話,可以看一看 有這樣的升幅的話 不,我現在看,應該覺得它是 它是有機會升到頂,就應該圓結 是嗎? 我覺得升到頂,可能圓結 因為原來不乾身 不乾身? 不乾身 這位估計了,先吃了它 不過它是坐了貨 坐了貨 14.88 14.88 它應該坐了很久 它應該是今天買的吧? 不是,應該不是今天買 它是15元,即是今天追 應該的 我覺得可能是9月或是7月買的 這樓? 我覺得,不知 我猜而已 可以搭一搭,看看 是,不過我建議,就算有貨 都應該要先走一走 如果不乾身的話 如果它低位賣,就另計 10元買,就完全不同 但是,14.88買 就應該 現在是14.96 所以我覺得,都是 可能先吃一點 然後低位再買,你喜歡 高位電子,就很誇張 5元攜機上來 我自己保持著看 有幾天,我是打算衝 但是,見到它幾個% 就是,眼睛是覺得 差一點,差一點 是,很久 但是,它要保持著這樣去 沒有計 很久 我9月的時候,是社民說它的 那時是說什麼? 那時是出iPhone 是 我打算出iPhone,它應該要夾 誰知道,它就不夾 它就真的在這個 6元那些位置 是 就對回去四個幾 是 就是,又是隔壁台 哪個 Vivian 是 然後,好像滑了它一窩 但其實沒有滑到它 真的滑了它 如果它拿著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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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行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拿到 但是,總之它 其實它 其實我講的時候 它大概是五個幾 那些位置 五個幾 後來它上去六元 然後,就上去 到四個幾 這樣橫行 其實,也遇不到它 可以升得這麼快 你看到它這隻是很久的 是很難捉的 這隻 這隻沒有五九二那些 那麼容易捉的 它不腥不腥 就在十月中的時候 才不斷夾上來 喂,大哥 它四個幾夾 到現在八個七 它夾了一倍 是 是 它是很誇張 很騙人 整件事 是 如果你想看回 我可以看回我九月份的時候 講的那些文章 是 是 但是 其實我是看好的 其實我是看好的 是 不過我覺得這隻是難炒的 所以大家就自己留意 是 但是看盤都在夾 那 如果之前有貨的話 那 繼續吧,坐一坐吧 不急的 都 真的挺漂亮的 自己看 有些什麼股 想提一提 或者 昨天 你不是在TG Group那裡說 有一隻股 今天要分享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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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厲害 今早原本是跌的 現在又升了 6% 我今早6%跌幅的時候 就狂入了 是 是 是 很搞笑的 我當然是 昨天講開 沒有在TG Group問Andy是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喂 是不是這隻啊 然後我就說 就是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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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在夾2% 可以在三千多隻港股裡面 知道一隻 而一說就是那隻 我們沒有通稅 真的沒有通稅 真的沒有通稅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港股 這麼巧就 英雄就所見 對 三千多隻 厲害 多重 多重 1797 是 其實有些訊息 都不是說沒有訊息去估 最主要就是 整個設計 轉回彎 就是這個辦法 教配 那裏面 升得最帥仔 就是1797 還有 最多Lius去估計 所以才能猜中 即是 不是真的三千多隻 是猜中的 有訊息才能猜中 即1797 怎麼看 現在到星了 華麗轉身 是啊 是啊 好像我說751的時候 也是一樣 華麗轉身 三個幾個星 華麗轉身 現在我想 797 都是應該類似做這件事 應該早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應該是兩天前出的news 是 是 就是16號 他說他做什麼 智能機械人開發 就是可能用這個機械人來做這個 人工智能 軟件開發 或者可能用機械人來教書 他旗下成立了一間公司 是 其實至少錢 但是 我覺得這些就是無限想像 空間 因為你本身這間公司的業務 就被人打到媽媽都不認得 亦都要說 說他殺停所有業務 你看到他以前是由三十幾元 沽下來 就是 之前 你會發覺 就是 哇 每個人都看到 新東方 是超級弱的 你看到都沒有 完全沒有升過 他老母 真的 他媽媽 真的 真的很慘 是的 真的很慘 所以 他都很殘 被人沽到 被投行 那些沽到下 但是 你看到 他跌到四元 三個多四元 大概在 大概在七月 對 七月那一陣 你看到那一陣 大家應該是最害怕的 要走的人 基本上都會輸到下 因為你由三十幾元 跌到四元 難道你不輸嗎 一隻這麼大的股票 我真的以為他是微信女出身 是的 是的 所以 心想 這個余先生 是不是 是微信男 其實是 但是 是的 但是 一隻這麼大的股票 好像等到現在的恆大 我都開始不會覺得 它是 變低 但是 譬如797 剛剛出了這個新的業務 是的 所以其實是無限同景的 但是這間公司 本身是在虧錢的 我想說 是的 但是我就看得到 所以你說 在基本分析上 沒有什麼可以分析 是的 純粹是炒同景 還有 你自己幻想一下 它的業務 可以去到多少 我想這一刻 應該不會有人說 是的 因為 也沒有什麼可以說 因為 除了說它會發展 其實基本上 沒有數據可以 建立出來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看 就是看看有沒有聰明錢入場 是的 即是大戶的資金 剛好看到它 即是早前就 搜到它 然後看到四元 它都偶了很久 升升跌跌 升升跌跌 四至五元 然後 就發覺 再看看它的貨 我發現原來它是慢慢 大戶 可能是 收得比較乾 因為本身 可能只有91% 現在已經是94% 其實是四至五元 那些位置 應該很多人 給大戶 也看到北水上面 因為北水有兩邊 它有一邊 是一直在賣 開始在掃 是的 一直由七月 六月 開始在掃 掃到現在 都還未完 我便看到 應該是 起碼有人 先把所有貨 都是這樣的 它通常 是一種超級大人財技股 去看 它是 收起來之後 它一定是要有些 實在的業務 或者是一些新的業務 然後 注入回去 然後才有機會 可以再炒過 現在就是在同景它 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 它最近 是升得很急 是由四元一路夾上來 現在夾到七元 其實已經升了 大概六十幾七十個百分比 所以 今天還要誇張到 原本想著 今天有些回 是 誰知道現在 升回了 是 原本想著 回到六個半 想著再回多一點 誰知道 是 現在已經夾頂了 是 已經創了 衝穿昨天的頂 所以我覺得 這些股票 是值得大家去 去 留意多些 研究多些 看看 會不會 好像我這樣說 它就好像 另一隻的七五一 又是做一個華麗專身 因為七五一 是用了三年時間 去由 一個七到兩個多 這個位置 磨了三年 現在才開始告訴你 是在做一光復生意 然後就爆上了 但是這些股票也是一樣 你看看 它都橫行了幾個月 看看它是否開始有些新的新聞 會說 我一直都覺得它是未成功的 直至到現在覺得 成交開始配合 然後那間公司又開始向上走 即是股價開始向上走 又有成交配合 而大股東他持的貨 或者是 你看到那些貨越來越集中 開始就看到有個勢頭在走 是的 都夾上去 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今早就好 因為我做節目 多不專心 9點多 接著要買 一路做節目都買 所以經常都說 節目是耽誤了炒過 不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1797 其中一個大股東就是700 另外最主要都是新東方 反而新東方媽媽 九九零零一 應該都是沒有什麼氣息 為什麼呢 股權散到 媽媽都不認得 他反而未得 我就覺得是未執齊 就不用看 我覺得九九零零一 就是要慢慢走 其實有一段時間 這些堅持散 九九零零一堅持散 所以有興趣看回教培行業 我想未來短期都可以慢慢勾上去 看看一隻1797 這些幾好 七十幾億 街貨 我當其他大股都沒有很多 只是街貨 但股東都65% 兩條股加起來 三十幾 其實這樣二十多億貨是街貨 撿得齊的話要上 真的撿得很快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 Jennefer 正的Jennefer 她問一隻 一一五七 一一五七 可否可可 是 一一五七 一五七 可可可 一一五七好像是做那些重工 那些 我記得 不可以 好像這陣子都不太熟 是的 為何會看一隻 不知道 真的不可以 我覺得 六叔已經炒完了 六叔 六叔炒的嗎 是 好像是 不是六叔炒的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 不用看 是 之前總之是有個姓六 我記得 忘記了 綠東 哎 是 綠東說就不要買了 是 很早之前說 是啊 我這樣說 是不是不太行呢 不過 不要緊要 你講了 不要緊要 他不看 他不看 619回20% 正常 那 怎樣看 沒有什麼好看 那隻 不用看 那 如果 這陣子 保持著大轉 大家可以留意 留意一下 會不會是 轉貨 那些 那些 沒有 都沒有什麼特別 619回20% 正常 保持著 保持著 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619是保持著屈肌的 對 沒辦法 那些強勢 你破了 175元 上面就 不過這些很慢 就是 你很有耐性 慢慢走 這隻肌肉 慢慢走 所以這隻高位 你就失去了 喂 我們looking for 不是這些 有時候 看不到就看不到 看不到就看不到 是 這隻肌肉 就是歐斯丹 973 你記得我跟你們說 973 是 有 有 三 又突然間 又上去 是 那些二十幾元 那些位 極低位 這些股票 就是 未必太貼市的 可以放在那裡 就是買一些放在那裡 是 就等它跑 是 這些就是 拿來買完之後 然後做 然後就 定期收錢 買回她的手霜 是 對沖 對沖 對沖的手霜 送給別人 不過可能送的那些 你們會生氣 都會 都會 記得跟阿薩做節目的時候 是 拍完 買給我嗎 真是離婚 是 買Chanel 這派Chanel這麼紅 六千元的那些都很厲害 是 送貼紙 喂 書籤貼紙 我心想 哪有人這麼有文化氣息 會繼續用書籤 什麼 文具 文具 我通常看完書 摺一摺就蓋起來了 做什麼 所以 都是 不知道 高估了 所以這些公司就賺錢 賺錢 因為低成本 六千元送文具給你 他還不 保存貼紙 還不高 媽媽都不認得 公司都要收生日禮物 你還沒買她的東西 送生日禮物給她 對 是 多懂做生意 三八九九 跌了四天 今天 勾回5.6%上來 怎麼看這隻三八九九 三八九九 三八九九 是有些 公司業務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她都算走得比較快 如果你想說她做輕能 這些人經常說她做輕能概念 我個人覺得她是走得太快 不過她真的不夠乾 這是最致命的一點 所以 昨天和今天這兩棍的話 我覺得是挺指標性的 她發了這個債後 然後突然間急速 然後急升 如果今天也上不上去之前的 比如說今天 或者這兩天 這兩天 還比我星期五 都上不上去九個半 我覺得就 等她多跌一層 對 這個也是那些 都是這樣說 自己提一下 Eling就說 有人用書籤的 下次給我 我送一張書籤給你 UptV 對 我想要UptV月曆 接下來我們會製作一些精美的月曆 送給大家 不過要計劃 看看能不能做到 因為都要心弦 是有空才可以做到 摩著是在女主播有空才可以 女主播? 我們有女主播嗎? 有 是的 我們有女主播嗎? 有的 看看阿薩薩 阿薩薩 你會不會上台 好 還有一點時間 再看兩隻 302的中手遊 其實昨天也有跟大家說過 手遊短期是炒昨天的 如果昨天不吃糊 就可能捱少少價 或者利息不太厚 一堆 1022 2400 基本上每隻都會 沒辦法 這些遊戲股全部都炒 炒得不中 對 對 不過我的看法 都覺得他們早前應該是見了底 這些時間因為升太急 所以 技術性要回一回 對 但又不是太差 整個板塊都想 對 因為全部都想套高 你看到棍棍 但問題是太散了 之前那陣 可能太散了 一升一抽 就有人走 短期回一回 看看之後有沒有些 扣賣力 披抗一隻東西 但是很正常 昨天也跟大家說了 還有9626 BB 你可不可以投入嗎 你昨天投入的話 恭喜你 你現在問 可不可以投入 可不可以投入呢 9626 B站 劫色差 我看法就覺得 不是太差 但是 我沒有太多研究 其實我覺得它是有增長 但是 但是 所以我覺得自己 又不會看得太差 反而我覺得 如果它是落回 600元以下 其實應該是直撥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 是 看看會不會投降 和ADMX那些 股票 我覺得是有些接近 但其實 某直到手 和快手 我都覺得 不會太差 不過我反而覺得 快手 會好些 雖然成龍加持 但是 短期也不會死 我覺得是 它加持的話 應該短期死 應該長期死不去 因為這個位置 都算很低 即之前六十幾元 我也覺得 它是 即是開始到底 那你見到 其實它一底 一底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 就覺得 例如這些 如果下次再見到 八十幾元的話 我覺得便宜 就是快手 會便宜 我會看它們真的開始轉勢 但當然我未見到 他們的業務 但有時 你會見到資金 先行先的業務 所以 大家是要留意著 這件事 是 1338 早兩個星期 我們已經跟大家講過 早兩三個星期 其實是 慢慢走上來 這就是成龍概念股 現在是沒有成龍 現在是沒有成龍 因為沒有成龍 是沒有成龍 是沒有成龍 做多了電商 其實 你說1338也好 或者最近多些人看的 6993 南月亮 都是發出一個 營起 或者告訴大家 業績有一定的方向發展 就像剛才所說 多了e-commerce的數量 這堆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1338 買賣配業越來越好 還有 這段時間都開始有錢去掃 趕了三四個星期 即是1338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時間差不多了 補發人資先 做完25300 13點 跌近336點 成交有780億 想問問Andy 今天講過股票 有哪一隻有持有 沒有持有 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了 拜拜